一个变态食人魔究竟有多变态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他曾将15名黑人诱骗到自己的出租屋内 残忍地将其尖砂分解 烹饪食用 并且至今还无人发现 这天杰夫的冰箱又空了 他整理好着装来到酒吧寻找新的猎物 吧台上的两个黑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些黑人小伙都对杰夫很熟悉 因为杰夫是出了名的大方 当然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他潜在的食物 杰夫对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职业 一名艺术摄影爱好者 很快杰夫就出价50块邀请他们去家里拍照 50块在这些黑人小伙眼里可不是一笔小数 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就这样黑人小伙因为一些原因跟杰夫回了家 然而才刚一进屋 翠希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恶臭 像是什么动物腐烂的味道一样 杰夫谎称是自己家里的猪肉坏了 随后把门上了锁 翠希看着屋内诡异的气氛 心里有些胆怯 杰夫给他倒了一杯酒 当然在酒里也加了点小夺料 翠希喝完酒后便想着要离开 可杰夫并不想这么轻易放过到嘴的猎物 他花言巧语地说要带他参观一番 就在两人看鱼的时候 他把手铐靠在了翠希的手上 翠希这一瞅这指定是遇到了变态了 他害怕地想要逃跑 可希却被杰夫一下撂倒 随后杰夫拿出一把刀来 翠希退无可退被逼到了墙角 看到小命快要不保了 翠希只能假意跟杰夫进了房间 两人坐在了床上开始看摔跤电影 杰夫看得是津津有味 翠希则是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气氛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 他刚想要逃跑 却直接被杰夫按在床上 看着床垫上的血迹 翠希心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于是翠希开始勾引杰夫 让他给自己拍照 紧接着使用了美男剂 对杰夫开始搔手弄姿 可是杰夫只是拍了几张便没了兴趣 又把翠希带回了屋内看电影 翠希此时内心是慌到不行 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逃跑 而杰夫正在想着怎么吃掉翠希 他听着翠希的心跳 两人躺在了床上 翠希趁机一把按在杰夫的脑壳上 这一下差点按爆杰夫的脑瓜嚷子 但门上背上了好几道大口 翠希根本跑不出去 杰夫很快就追了出来 还好翠希身强体壮 这一下杰夫的脑壳差点被打 这次翠希也终于逃了出去 他像疯子一样的奔跑逃命 终于是遇到了警察 最后在翠希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杰夫的家中 此时的杰夫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一样 当警察看到杰夫拍的照片发现了不对 杰夫慌乱地想要逃跑 可是根本无济于事 随后警方在杰夫的家中 总共搜出了15具人体餐馆 而这个变态食人魔他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然后拜托 再门 再门